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要有爱人的心 我们要把灵里面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圣灵教灌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走的是正道 是义路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公义的人 感谢神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是 这本书是 Exo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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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K很轻 好像就是一个吞音 有那个位置 Exodus Exodus OK 好 这本书 Exodus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里面是 大概圣经其中少数的非常精彩的一段书 很开心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读出埃及记 那么在第19章Chapter 19 我们已经讲到第7节 我们看一下前面是说什么东西 回顾一下 前面的时候呢 讲到了说 神告诉摩西说 You'll be for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 holy nation 这些全部都是神告诉他们的话 And these are the words you are to speak to the Israelites 所以神说这些话就是你要去告诉以色列的人的 告诉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OK Holy nation Holy是非常圣洁的一个国家 OK Nation指的是那个国家里的国民 OK Holy nation 整个国家通通要变成非常神圣的 A kingdom of priests Kingdom of priests就是这个国家呢 这个国度里面是都是祭司的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爱主 这样侍奉主 OK 好我们看第7节 Verse 7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老师念的时候 他会先念这本书的名字 Exodus 然后念章 然后念节 章是chapter chapter几 第几章呢 19 我们念verse verse是结束 OK 结 结是第几节呢 第7节 OK So Chapter 19 Verse 7 So Moses Wim back And summoned The elders Of the people 所以神跟这个摩西讲完话以后 摩西就要回去了 回去怎么样 他要召唤那些 所有以色列的长老过来 OK Summon Summon基本上是上对下 重要的人对不重要的人 传唤他们过来 OK Summon 因为摩西的地位比较高 他最接近神 所以他用Summon这个字 OK 他把elders The elders 指的就是那些长老 以色列民中间的长老 Of the people And set before them Set before them All the words 把所有 在他们面前 把所有 上帝说的话呢 The Lord 什么样的话呢 Words The Lord had commanded him To speak Commanded him 上帝曾经 告诉他 吩咐他 Command也是一个上对下 OK 上帝吩咐他 要说的话 他把他们 Set before them All the words OK 就是把这些话呢 全部都放在他们的面前 意思就是 在他们的面前 把这些话 都说明了 都陈述清楚了 所以 Set before them 我们用一个字 Set OK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下面一节 Verse 7 下面是Verse 8 The people all responded together 哇 这个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以色列的子民 他们都 同声一起回答 OK Together 是一起 一起的意思 Respounded 是一起回答这件事情 他们怎么回答的 他说呢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will do everything 我们会做所有的事情 什么事情 The Lord has said 所有神所做的事情 耶和华神所说的事情 我们通通都会做 We will do everything OK So Moses brought their answer back to the Lord 所以摩西听到这个 当然也很高兴 他就把他们的答案 老百姓所承诺的 这些答案 哎呀放心 以色列的子民 他们只要是神说的 他们通通都会做的 摩西就把他们的答案 带回去给神 回复给神 告诉神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 OK 好 第九节 The Lord said to Moses 那神怎么说呢 I'm going to 一看到 I'm going to 你就知道 我将要 这是一个未来事 还没有发生 神说我将要这样做 我要做什么呢 I'm going to come to you In a dense cloud Dense OK Dense是指什么东西 是很密密麻麻的 OK Dense是指什么东西 层层覆盖 而且是很密密麻麻的 浓度很高的 也可以说Dense OK 所以Dense cloud 是指它那个云 密布的云之中 I'm going to come to you in a dense cloud 我将要在这个 很密密麻麻的云中间 来到你们中间 临到你们那里去 OK 来到你们面前来 So that the people will hear me speaking with you Wow OK 这个在我们这个世代 讲就叫什么 直播 对不对 因为他说我要 我要让这些老百姓 听到 这些老百姓 都可以听到 我跟你的对话 就是他跟摩西 所说的话 OK And will always put their trust in you OK 这样子呢 因为摩西以前 很难办事的 他说了什么话 回去之后 这些老百姓 以色列的老百姓 就不相信他 而且会有很多的抱怨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字 grumble OK 他们是非常会抱怨的 现在呢 神说 我要亲自 在秘密的云中间 来去见这些老百姓 那么这样子呢 他们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这样子 他们就会相信你 因为他们听见了 他们信神的 OK 可是他们有时候 不相信摩西 所以摩西说 现在只要他们听到 我跟你的对话 他们一定会相信你的 Put their trust in you 让他们的信任 信任谁呢 in you OK Put their trust in you Then Moses told the Lord what the people have said OK 所以摩西就把这些老百姓的话都告诉神了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第十节 And the Lord said to Moses 神怎么回复摩西的呢 他说 Go to the people 你到老百姓那里去 and OK consec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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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 consecrate them today and tomorrow OK so consecrate 这个字是说 让他们有一个自洁的行动 OK 让他们自己保持圣洁 OK 有一个什么样的 下面会教他们怎么做 consecrate them today and tomorrow 今天跟明天 让他们要求怎么样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如果可以比拟的话 中国人讲什么 沐浴更衣 什么 分 不晓得 OK 分香操勤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仪式性的 让他们保持一个圣洁 干净 OK 因为神要来见他们 神要跟他们说话了 OK so have them wash their clothes 而且还要怎么样 要洗衣服 衣服都要洗 have them wash their clothes OK 好 那么第十一节 and be ready by the third day be ready 就是你要预备好 在什么时候预备好 by the third day 在第三天的时候 在第三天之前 你就要预备好 OK 从今天开始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三天你就要统统准备好了 be ready because on that day 因为在那一天 the Lord will come down at mount Sinai OK 因为在那一天 也就是第三天 on that day 指的是前面的 the third day OK 第三天 神会怎么样 我们的耶和华神会 come down at mount Sinai 他会亲自下到 西奈山上去 Mount Sinai OK 他会亲自下来 从天上下来 到Mount Sinai 到这个西奈山上 in the sight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sight of 在大家的视线之内 in the sight of sight 是指他们的视线 让他们看见见的情况之下 什么人呢 of all the people 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情况之下 当着他们的眼前 他就要降到这个西奈山上去 OK 十二节 put limits for the people around the mountain OK limits 就是一个界限 比如说 我们有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官员 或者是对方的总统 来访问的时候 老百姓群众 只能允许在一个范围之内 或一个范围之外 你不能靠近 他靠得太近了 so put limits 要画一个界限 这个limits 就是只有一个限制 限度 for the people around the mountain OK 让这些老百姓 站在山的四周围 around是 那个概念是 在山的四周围 OK around the mountain and tell them 还要这样告诉他们 be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go up the mountain be careful 你们要小心 要谨慎 要小心 be careful 所以很多时候怎么样 比如说小孩子要去上学了 妈妈会说 be careful be cautious 这都是叫他要小心 be careful be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go up the mountain 你们不能上到山上去 OK 因为 mount of Sinai 这个是神的山 是神圣的地方 不能靠得太近 所以这些老百姓 叫他们在山下 OK 有一定的范围里面 or touch the foot of it 也不可以摸怎么 摸这个foot of it foot of 这个it 基本上指 mountain foot of mountain 也不可以用手 去触摸 那个山脚 OK 只要是山的范围之内 你不可以去摸 你不可以靠近 OK 好 whoever touches the mountain shall surely be put to death 如果 whoever 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摸了这个山 shall surely sherly 将怎么样 一定会 sherly是一定的 必然会的 不可避免的 be put to death put to death 就是怎么样 会被置于死地 所以这个 要很小心 神已经讲好了 这个规定是这样子的 第十三节 he shall surely be stoned or shot with arrows OK not a hand is to be laid on him OK 然后呢 这样的人呢 不可以用手去触摸他 OK 不可以用手去触摸他 触摸他的话 就要拿怎么样 be stone 这个stone 是用动词 做动词用 OK stone 是用石头打他 打死 打死为止 shot with 这个shot 也是跟着前面的 be动词 be shot with arrows error是箭 OK 它会被 shot 是穿透 什么东西 打针也是用这个字 shot OK 所以用箭 穿过去 就像打针一样 这样射过去 所以你会被 石头打死 你会被箭射死 not a hand to be laid on him 没有一只手 可以触摸他 可以 可以把手 放在他身上 完全不可以 whether OK whether 不管怎么样 OK whether 不管是这个 还是那个 man or animals 是人也好 是动物也好 he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live 这样的人 是不准活下来的 be permitted 被怎么样 被允许 OK 被允许 OK be permitted to live 被允许活 这里前面是否定是 he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live 他是不被允许活的 这样的人就是 没有照神的指示来做 only when 只有从 等到什么时候 the rain's horn sounds a long blast may they go up to the mountain 什么时候 到最后是可以 到最后是 may也是可以 他们可以上到山上去 是什么时候呢 OK Rain's horn Rain's horn呢 指的是 那个 吹的那个号角 OK Rain's horn 那个号角的声音 sounds a long blast long blast 这是形容声音的 OK 声音是一个long blast 指那个声音 拖得很长的时候 等到那个号角 吹的声音 很长 吹了一个 很长的声音的时候 well may they go up to the mountain 他们就可以 OK 往山上去 OK 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的may是放在 they的前面 OK 所以 only when 然后后面一个 只有当什么时候 may they 他们才可以这样 上到山上去 OK 注意may是放在 这个they的前面 OK 好 好 这都已经规定好了 那么摩西就要下去 通知老百姓了 第十四节 after Moses had gone down the mountain gone down go down the mountain 下山 to the people 他到老百姓那里去 he consecrated consecrated them 他要他们 怎么样 他要求他们要自节 每个人都要节净自己 and they washed their clothes OK 要见上帝了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衣服洗得 干干净净的 OK wash their clothes 好 第十五节 then he said to the people 这个时候呢 摩西就跟所有的老百姓 以色列的成名讲了 prepare yourself for 注意这个prepare 后面是for 接这个for 这个 这个借词 意思就是 为什么而准备 OK 为什么而准备 prepare yourself for the third day OK 你要在第三天的时候 准备好 for the third day 要为这第三天 做好准备 因为第三天 就是那个 重要的一天 我们要去见上帝 上帝要跟摩西讲话的 OK abstain from sexual relations abstain absence是什么 就是整个回避 然后不做这样的事情 OK 拒绝什么 从什么东西回避掉 from 我们后面要用一个from 把后面这件事情 把它整个回避掉 不做 sexual relations relations OK sexual relations sex本身是性爱的意思 那后面加UAL它是形容词 sexual relations 意思就是不可禁女色 OK 不可以有性关系发生 abstain 因为你要先洁净你自己 衣服要洗干净 人也要洁净 你的心思要洁净 然后不可以有房事 不可以禁女色 好 第16节我们看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注意 一般我们都是说in the morning right 对不对 hey in the morning i.e.breakfast 早上我就吃早餐 我们都是用in the morning 但这个地方 on the morning 为什么用on呢 因为它主要是跟 主要强调是在 the third day 在第三天的那个早上 特别特别直了 在第三天的那个早上 OK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there was thunder and lightning OK lightning 所以这个lighting 基本上两个辅音念在一起的时候是很不好念的 在英文里面很不习惯这样念 所以它会lightning lightning OK 这个light 又不能念成lightning 不能这样 因为它后面没有原因 t跟n中间没有原因 所以你会顿一下 OK 很快的就过去 lightning lightning OK 好 我们看哈 thunder and lightning OK thunder指的是什么 打雷 lightning呢 光一闪 那就是闪电了 对不对 OK 第三天的时候 哇不得了 早上又有电 雷打 又有这个闪电 with the thick cloud thick 我们前面讲了 它有秘密的云 我们用一个dance 这个地方呢 thick也是厚的云 意思差不多 前面的是很密的云 密度很高的云 很厚 这里呢 这个是讲很厚的云 thick cloud 所以呢 就有一块很大很密的云 很厚的云 over the mountain 整个山上都被这一块很厚的云给遮住 and a very loud trumpet blast okay a very loud trumpet blast 这个呃指的是整个前面都是用来形容后面的blast blast是那个吹号的那个声音 okay trumpy是喇叭 okay 类似喇叭或者是号角 差不多的意思 okay loud trumpet blast 非常打的这个喇叭的声音 吹号的声音 okay 好 everyone in the camp tremble 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在山下 他们在那里是扎营的住在那里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 带他们进沙漠 他们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游牧 这个时候在所有营帐里面的这些犹太人 哇 都发抖了 ok tremble tremble 是非常害怕的意思 怕到全身发抖 okay 好 第十七节 then Moses let the people let 原形是L-E-A-D okay let 原形是lead okay let the people out of the camp 他就引导这些老百姓 率领他们呢 走出这些营帐 走出他们的搭帐篷的地方 to meet with God meet with 去跟谁见面我们讲 meet with God okay 跟神见面 and they stoo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他们就全部都站在什么地方 记得啊 上帝有画一个范围的 你不可以靠近这个山 你更不能上山 你也不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啊 这是一个神圣的山 所以他们都站在 foot of the mountain 就是指那个山脚下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说法啊 山脚下 就是你还没有爬上山 你就是在山的 还没有隆起的那个地方 就叫做山脚下 foot of the mountain 好 第十八节 Mount Sinai was covered with smoke 哇这个地方发现 整个Mount Sinai 这个西奈山啊 cover with smoke 这个地方它山上都是有 有烟在遮盖着 在冒烟的 because the Lord because the Lord descended on it in f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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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大火之中 在火中 上帝怎么样 上帝降下来了 descended on it descended descend就像那个 电梯可以是 ascend 可以是descend descend指的是 从上面下来 它下来以后呢 on it 降到 it是指那个Mountain 降到这个山的上面 它是在火 大火之中 降下来的 哇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的神啊 这个气势蓬勃 the smoke billed up from it like smoke from a furnace ok 好 furnace我们以前学过 furnace就是指那个 好像一个炉子里面 那个烧窑 比如说我们的陶瓷 要放进去烧窑的时候 烧一千度两千度三千度 那个叫furnace ok furnace so the smoke blowed up blowed up是指说 那个烟雾上腾的样子 ok 整个烟雾一直往上走 往上走 smoke blowed up from it 从它里面呢 就烟雾一直上升 like a smoke from the furnace 就像那些烧窑的窑里面的 那些大烟 一样的道理 哇 非常的 气势非常蓬勃 the whole mountain trembled violently 这整个山啊 山都因为神降在这个西奈山的 所以整座山 都是非常激烈的 震动 ok tremble是发抖的意思 violently是非常激烈的 ok 这个抖的这种频率 或者是抖的这种 这种架势是非常大的 violently 非常 非常震动的 ok 好 第十九节 and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grew louder 好 这个时候 这个 trumpet 它也翻作号角的声音 ok 也可以 我们前面用的是 rame's horn ok 所以像喇叭 像号角这类吹的 这个 这个乐器一样 这个声音呢 这个号角的声音就开始 grue louder 就开始变得 louder and louder ok 重复两次 那一定是这个号角声 非常高 声音非常大 ok then Moses 这个时候摩西本身就开始说话 他说话的时候呢 上帝的声音 神的声音就回复他 answer him 哇 那这个是让你们直播现场 ok 所有的老百姓都亲耳朵都听见了 而且也看到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那种情况 所以就很清楚了 ok 我们看第二十节 The Lord descended to the top of Mount Sinai Descend 我们刚刚讲过是从上面降下来 ok 他的上帝就降临了 to 降到什么地方 to the top of Mount Sinai 降到这个西奈山的山顶上面 top top是顶上面 and called Moses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他也叫 呼唤这个摩西到这个山的山顶上去 摩西你过来 我跟你说话 ok so So Moses went up 摩西就怎么样 went up的原型是go up 所以摩西就上山去了 ok and the Lord said to him 这个地方呢 分别用几个 诺点啊 句点就把这几个 句子都连接起来 就是想要更 流畅的 让你看到 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 发生了什么事情 and the Lord said to him 所以神就跟他讲了 go down and warn the people so they do not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to see the Lord and many of them perish 所以神知道 因为神是不可以靠近的 ok 神特别特别的交代 你先下去 ok go down warn warn warn指的是怎么样 警告他们 ok 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叫warn ok warn the people so they do not 你警告他们之后 他们就不会怎么样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force their way force their way force是用力气 ok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指的就是说 他们不顾一切的闯过来 已经告诉他们 这里是有界限 你们不可以跨过来 在山脚下不可以越过来 ok 所以一定要警告他们 你不要怎么样 不要闯过来 这个中文用闯过来 这个翻译的非常好 force their way force 就是用力突破 ok 用他们的方法呢 through 穿过去 穿过到这个山上来 to see the Lord 来看耶和华的 来 来见耶和华 ok 来看 and many of them perish 这样子的话 perish就是毁灭 灭亡 很多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 就会死掉 ok perish 消灭了 灭亡了 22节 even the priests 纵然是那些 祭司们 ok 祭司们 who approach the Lord approach the Lord must concentrate themselves ok 纵然是那些 常常靠近 approach是靠近 ok 我去靠近他 我手伸出去 想触摸他 或者是我想接近他 approach the Lord 他们是很靠近 神 耶和华神的 这些祭司 就是在神殿里 工作的这些祭司 他们must 也必须要 接近他们自己 consecrate consecrate themselves ok 否则的话 这个or就是 如果不这样做 否则的话 神会 耶和华神会怎么样 the Lord will break out against them ok break out against them break out是怎么样 突然间 打击他们 ok 突然击杀他们 ok 所以要小心 他们纵然是 一向是侍奉神的 地位比较崇高的 这些祭司呢 他们也必须要 自己接近 ok 因为纵然他们是 比较靠近神的 可是他们也要 接近自己 否则的话 耶和华神会怎么样 break out against them 会对着他们 打过来 会打击他们 击杀他们的 好 23节 Moses said to the Lord 这时候呢 摩西就跟神讲话了 The people cannot come up Mount Sinai ok 这些人是上不来的 他们没有办法上 西奈山 因为为什么呢 because you yourself 这是一个加重语气 因为你 你自己 已经警告我们了 you yourself 你可以用you 但这个地方要强调 你自己 ok yourself warned us 你已经警告我们了 put limits around the mountain 因为在山的附近呢 山的四周围 around是在它的四周 我们都要画上界线 要定一个界线的 and set it apart as holy set it apart 是把它分别开来 ok 分别开来 这一块地 把它画出来以后 它就跟旁边的地 set apart 意思就是说 跟旁边的地分开来 分别开来 as holy 这座山的范围之内 只要我们圈起来 画起来的 那么山的范围之内 都被分别开来 因为它是一个圣地 圣地 神圣的 这个山是神圣的 跟旁边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holy 是神圣的 好 24节 the lord replied 但是上帝呢 还是这样子说 怎么回答呢 go down 你还是下去 and bring aaron up with you 你下去 把那个 下去山上 山下 把那个aaron 你弟弟aaron 给你带上来 一起上来 but the priests and the people must not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to come up to the lord 你可以下去 把你的弟弟 aaron带上来 但是呢 那些祭司啊 the people 还有那些老百姓啊 绝对不可以 force their way 用他们的力量 就怎么样 闯过来 ok force their way through 不可以让他们 闯过来 to come up to the lord 不能让他们 闯过来 就到 就到耶和华神 这个地方来 不可以 or he will break out against him 不然的话 he is 指的怎么样 耶和华神 就会 就会 击杀他们 就会 把他们打倒 ok 对着他们 击杀他们 break out ok 所以神就是 再一次又交代了 so Moses went down to the people and told them 所以这时候 摩西呢 就特别在下山 再告诉 到那些老百姓那里 去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 这个是上帝 特别特别交代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二十章 二十章 chapter twenty ok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这个时候神就说了 这一些所有的话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I'm the Lord your God 我是你们的神 耶和华 ok the Lord the Lord 耶和华 who brought you out of Egypt 我把你们 从埃及带出来 out of 从什么出来 out of Egypt out of the land of slavery ok 那么埃及又有 另外一个 称呼 对以色列人而言的话 他是 the land of slavery 他是怎么样 奴隶之地 ok 奴役之地 奴役之地 the land of slavery slavery就是怎么样 做奴隶 ok 奴役别人 好 我们再看第三节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所以讲到除耶和华 以外的神的时候 我们通通用怎么样 小写 不能像埃及人那样 拜好多奇怪的神 不可以 你只有一个神 真神就是耶和华神 ok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在我的面前 ok 绝对没有其他任何 其他的神 你们不可以信其他的神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n idol in the form of anything in heaven above or on the earth beneath or in the waters below ok 第四节的时候 他就讲到 几样 几个地方 ok 我们先看什么地方 第一 in heaven above ok 就是在天 天上 天上 in heaven above or on the earth beneath 或者是在地的下面 ok 在地上 on the earth 所以天上 地下 第三个讲 in the waters below 在水下面 ok 水下面 这个waters 注意这个地方 s是加 加了负数 waters 指的是各个水域 ok 各个地方的水 ok 所以不管是天上 地下 不管是水中 你都不可以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给你自己做一个什么 idol idol 这个idol 指的就是一个偶像 你不可以给你自己 做一个偶像 有的人 用木头 刻一个神的像 刻一个什么东西 用纸做一个 或者是用什么草边一个 都不可以 ok 不可以给你自己制作偶像 in the form of anything 不管是用任何的形态去做 有的人说 哎呀 我现在吃了一个西瓜 那我把照着西瓜的样子 做一个神 西瓜神 不可以 牛 我很崇拜牛 我觉得牛很伟大 好 照牛的样子 做一个神 就是牛神 这也是不可以的 in the form of anything 不管你用任何东西的什么形式 都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偶像 idol idol是我们的偶像 you shall not bow down bow down是怎么样 去拜 去跪拜 to them 不能拜这些奇怪的偶像 不可以 you shall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worship them 也不可以敬拜他们 不管你做的是 比如说埃及原来有很多奇怪的神 这些都不可以去拜他 也不可以去敬拜他 ok for I 我呢 the lord your god 我是你的神 耶和华 am a jealous god 我是一个 这个地方 jealous jealous是一个会妒忌的神 ok 会妒忌的神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除我以外不可有其他的 punishing the children for the sin of the fathers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hate me 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去修理那些人 就是会惩罚那些人 punishing the children for the sin 我会惩罚我的子孙 惩罚这些子孙 为了这个罪的缘故 因为the sin of the fathers 他的罪 他的祖上的罪 the fathers 是指他们祖祖辈辈的这些罪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hate me 对于那些第三 甚至是第三代 第四代 我会一直惩罚下去 三代 四代以下 他们如果是恨我的话 我都会惩罚他们的 ok 所以要注意了 不可以 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五节 这个地方 二十章的第五节 我们明天可以继续下去 继续再讲 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群里面一起来讨论 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 屏幕同工 上屏幕 然后交给主持人 来主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经 有很多弟兄姐妹相聚在这里 我们感谢神 我们把下面读经的时间 恭恭敬敬的交托在您的手上 我们渴望今天的网络通畅 我们也渴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加入我们 开启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学习的很认真 让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 同时我们也为今天的老师来祷告 我们渴望今天的老师能够充满了爱心和耐心来教导我们 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